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法者的生活频道 今天轮回DSE的中文急救班 今天我会和大家贴第二条题目 可能会出的财问就是《恶阳楼记》 而《恶阳楼记》一共分五段 大家记住这五部曲 第一段是为何我要写《恶阳楼记》 第二段是写《恶阳楼附近的景色》 第三段是写如果天气坏时我的心情很差 第四段是天气好时我的心情很好 最后一段是一个结论 其实我的心情不应该受天气的影响 受外物的影响 其实这五部曲你就完全明白《恶阳楼记》说什么 我们由竹段来 第一段是说作者就是范仲淹的朋友 我认识陈子经被贬了 去了巴陵棍 但是陈子经没有一层白踩 很消极 不是的 他反而搞到正通人物 百费巨轻 即是经济和政治都很好 所以才有钱重收《恶阳楼记》 如果这个地方也没有钱 你哪有钱收《恶阳楼记》 所以就重收《恶阳楼记》 结果就请了范仲淹写《恶阳楼记》 第二段 范仲淹写了《恶阳楼记》 看到的景色 洞庭有多漂亮 但是他就说 其实很多的诗人都已经写过这些景色 究竟有些千客骚人来到这个恶阳楼 他们看到这些景色的时候 心情会不会一样呢 为什么叫做千客骚人 因为当时有很多被贬的官员 其实去到这个恶阳楼的地方 离得的官员都应该被贬 又或者很失意的诗人才会来到这些不繁华的地区 所以他们会想起他们 为什么会想起他们呢 因为范仲淹自己也是千客骚人的其中一个 这一句是《丞相啟下句》 丞相是说的景色 啟下是说的心情 接下来下一段就是说天气差的时候 大家去到恶阳楼看到的景色 就是惊涂蟹浪 然后一些动物也在那里叫 是营造了一个很缩杀的气氛 也很悲凉的气氛 接下来他就触景生情 触景生情就是什么呢 或者看到的景色 生起一个相关的心情 这个心情是什么呢 亦都很悲惨 很悲凉 就是想起自己的仕途很失意 接下来又远离家乡 远离亲人 接下来又怕自己被人说坏话 被人诽谤 接下来就看到一个这么悲的景色 我自己又勾起自己这么悲的心情 就是悲伤加悲 下一段就是说天气好的时候 我来到岳阳楼 我会看到什么呢 有什么心情呢 天气好的时候 就有风和的丽 湖面又很平静 接下来又有雨 又有花草树木 总之他就看到 全部东西都很漂亮 接下来他就会觉得 心情很舒畅 甚么的荣辱 什么都忘了 只是想沉嘴 在这个这么漂亮的美景当中 接下来到最后一段 就是得出一个总结 我们应该效法 古人就是什么 不应该受外景影响 而影响自己的心情 不要让情绪牵着走 不要让爱景牵着走 我们应该如何呢 无论我们身处于任何地方 在朝廷也好 在远方被贬的地方也好 都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遗观就应该是这样 其实他作这篇文章 其实他同时是勉励 藤子经 说其实你被贬 但是搞到这个地方 都正通人和 百废巨兴 而同时他也写给自己看 其实他也是要勉励自己 因为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遭遇 就算我们不在这个官场上 可以报国效力 但是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岗位 在江湖之中 帮人民出一分力 到这里了 又要和大家说一下 究竟有什么句子大家需要背 但在说这些句子之前 我要和大家说两件事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 借景抒情的两种手法 一种是触境生情 一种是容情入境 一种是容情入境 一种是触境生情 就像这篇文章 《岳阳柳记》 他看到这些景色 然后勾起自己的心情 譬如我用另一个例子 我看到秋天的菊花 有落花 然后我就勾起我 哎呀其实我都人老珠王 我和花一样都没有人要 都凋零了 我相信这个就比较容易明白 比较难明的是容情入境 以我的心情去觉得外景是什么 譬如我本身都觉得自己人老珠王 没有人要 我就会说哎呀 那些人老珠王的落花 慢慢看着我 令到提醒我 我都人老珠王 其实落花是不会觉得自己人老珠王 这些可能大家会觉得 哎呀 这样跟耳人法就很相似了 其实不是 因为耳人法 通常我们将它变成一个动作 譬如蝴蝶翩翩起舞 然后蜜蜂又在附近 嘴嘴嘴嘴在聊天 这些是一个动作来的 就是将它们变成人 去形容它们 但是我们在容情入境的时候 我们将心情厉害放在这个环境当中 这样说 我相信大家都比较容易明白 容易掌握一点 好了 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下 恶用楼记里面的必背的几句 大家记得了 好了 第一句就是 正通人祸 百废巨兴 这里是形容着 那些人 藤智经人在他的管理下 这个地方 是越来越好 然后 他形容洞庭湖 那些很难背 你用白话 开括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这段 要背什么句子呢 就是以下这个句子 就是 承上启下的句子 我背不了 千客骚人多会于此 濫密之情得无异苦 然后 我们下一段 和再下一段 如果大家真的背不了 就用白话 去答问题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背到的话 就背这几句 就是 当你景色很差的时候 就怎样 去到这个 岳阳楼 你就会 去国怀乡 幽蠢慧姬 满目烧烟 感激而悲者已 如果天气好的时候 你去这个岳阳楼有什么心情 心旷神移 重欲皆亡 把酒淋风 其起洋洋者已 但是这两段 如果大家背不了 就可以用白话去答问题 接着最后一段 就要背了 不以默起 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说了 五部曲如何去理解 岳阳楼记的蜜乐 还有借景书情的两种手法 和必定要背的一些句子 我们下一次的急救包再见 拜拜 五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